哈喽大家好我是周周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也是适合新娘聊的话题 其实我已经上次连续的时候已经录过了 但是后来我看了一部新的书 然后也在跟群友们聊天的时候 觉得我这期内容可以重新去做一些更新 所以我就重新录了这个内容 那我们聊的是什么呢 就是玄学聊人生观和爱情观 这应该是第一期吧 因为后面可能会根据大家的一些想法 可能会再出一些新的内容 那首先我们来聊的第一个话题 它稍微有点敏感 也稍微有点沉重 其实是很多群友 他自身或者是他朋友的一些经历 去来问我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 第一个点就是生无可恋的自杀倾向 那为什么会有自杀倾向呢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抑郁症去导致的一个自杀倾向 那我自己是从抑郁症走过来的 我也能理解那种抑郁症很难控制自己心情的一个过程 就是就是坐下来莫名其妙就想哭啊 就是没有理由的突然就痛哭 然后也有就是看到高楼就想爬到栏杆那里往下跳 那我有试过的也有一些厌食的行为啊 有些时候是暴饮暴食 有些时候是厌食不想吃东西 完全不想吃东西的 那从那个生理学来讲 就是多巴胺没有办法分泌了 多巴胺没有办法分泌 你整个人就没办法快乐了 这就就从生理去解释这个抑郁症的情况 那自杀倾向呢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的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年纪太小 精力太少 心理承受能力差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你选择自杀 是因为你觉得你人生没有希望了 你卖过卖不过这道坎了 这道坎就像一座大山横在你面前 你完全跨不过去 那我就放弃吧 我就往回走啊 然后放弃这段生命 但其实不是的 自杀它是一种逃避 但是它也不是一种合理的逃避方式 因为大家看过我的视频都知道说 自杀因为三恩未报 没办法投胎 但是我们先不从玄学来讲 但是自杀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就是你放弃了生理养你的父母 放弃了这个社会对你的培养 放弃了国家对于青少年教育的一些培养等等的 就这就是所谓的三恩 我们要用一生去回报我们的三恩的 那先不说这么伟大吧 那为什么我说是年纪小 精力太少呢 是因为其实你当你真的跨过了这道坎之后 你会发现人生后面还有很多很多道坎要去爬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受苦的过程 我们要在苦难中不停的锻炼自己 然后让自己成长 然后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这才是人生终极的目标 那所以呢 其实导致自杀倾向第二点呢 就是人陷入了一个我直的状态 什么叫我直呢 就是其实呢 是有我像直跟他像直两种概念的 首先我像呢 我像直就完全陷入了自己的世界 你觉得人人间没有爱了 父母没有爱了 然后学生家就是朋友之间没有爱了 但是其实有很多人来跟我反应的时候 其实他身边是有关心他的人的 像朋友啊 这些老师啊 等等的 比方说你在学校受到欺凌 那在我们群里面你还可以跟我们聊天 那比方说你的前男友前女友放弃你了 那你还有别的一些人在陪你啊 像爸爸妈妈这些 那那怎么说呢 就是我直就是他完全听不到外界对他的关心 只曾经在这些世界里觉得自己没有爱了 然后这个世界已经不值得他待在这里了 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个自杀现象 但是其实我直呢 他最重要的是你要放下去试着倾听别的声音 去关注你自身以外的别的东西 那你才能去体会一下这个世界 给你的其他的一些教育 因为他自杀他不是一个解决办法的 你如果就是真的有这种不开心的情绪 你可以找朋友去倾诉 找父母去倾诉 父母不行去找医生或找老师 如果老师医生都不行 你还可以找我啊 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倾诉的方式 然后去让自己感受到世界的其他内容 其他人等等的 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自杀倾向会影响的 就是我直的一个现象 大家要尝试去先放下 OK 那第三点呢 才是玄学的内容 就是冤亲债主更生 那冤亲债主更生呢 其实冤亲债主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要么就是欠你钱 不是是你欠人家钱 要么就是你欠他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是你欠他命 那有些冤亲债主呢 比方说像英灵啊 这些 我以前也说过了 英灵为什么会缠在人身上 是因为他嫉妒 就是恨他的父母 不让他出生 也会嫉妒那些让他无法成长 占据了他位置的那些兄弟姐妹 所以为什么会跟父母 为什么会跟兄弟姐妹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很简单的 那还有其他冤亲债主呢 其实冤亲债主 他的存在呢 他是影响你的思维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磁场 去影响你的脑电波 让你的脑电波不再产生多巴胺了 或者是让你产生厌世的形象 让你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 就让你觉得自己跟世界格局了 因为其实我有看过一些英灵呢 是会污住人的耳朵 污住人的耳朵 就是让你听不到东西 就是听不到别人对你的关心啊等等的 让你沉浸在这些世界里 让你觉得自己慢慢被抛弃 然后其实冤亲债主 他即使要锁命 他也不会一下子就把你掐死 他只会跟你说 就是让你去潜移 默化的让你慢慢的变得不好 然后变得让你放弃这个世界 放弃自己 然后让他有一个报复的机会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要去理解啊 如果你有抑郁症 或者是你有自杀形象 这些都不是一个 就是不丢脸 这些事情都不丢脸 你只要去解决 都是能解决的 就是你要迈出那一步 你要迈出你的世界 去接受别人的善意 这是我对自杀形象的一个看法 所以大家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 放下 放下一个我值的心态 尝试一下去倾听别的内容 去尝试接触自身以外的其他 世界的其他美好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第二个点 今天的第二个主题就是自我认知的问题 那有很多小伙伴来跟我讲说 我觉得自己身边有鬼 觉得自己身边有鬼能够帮助他 也有些人觉得身边有鬼会害他 那其实这种情况呢 首先大家要理性的去看待 如果你出现了幻听幻觉 或者是幻想等等的 先去看一下医生 如果医生没办法解决 再寻求玄学的解决办法 那为什么我说自我认知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有些人他是过度的信任鬼通 就是觉得自己身边的鬼啊 或者仙家等等的可以帮到自己 但是在我看来 如果你没有很正式的立堂口 或者是拜师 或者是身边有正宗的 有法门控灵的一些阴牌 这些灵体之外 所有跟在你身边的鬼 几乎都会对你的自身产生影响 那鬼通这个东西呢 它太玄了 就是我也会跟大家说 不要太相信自己眼睛看的东西 也不要太相信耳朵听到的东西 更不要太过相信自己梦里梦到的东西 因为它们有可能是身边的东西 给你造成的一个 就是脑电波的一个影响 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们在你身边 对你的脑电波产生了一个影响 比方说我们当时候讨论说 能不能去就是摸到鬼 但其实鬼它是没有实体的 所以如果有人摸到鬼呢 其实很可能是 他给你的大脑释放出一个 你有触觉的一个就是反应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摸到 但它其实没有实体的 所以其实你是不可能摸到它们的 那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 所以呢我会觉得人鬼疏途 如果你是没有不干净的东西 就送走它 那我也不太建议为成年人 没有满18岁的情况下 不要过早的去接触和学习玄学 什么西方魔法啊 立堂口啊 拜师啊等等的 这些我建议不要太早去接触和学习 你可以去了解 但是不要太早去 比方说什么占卜啊等等的 我建议是少啊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招惹什么东西来 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handle 在你还没有正确的建立自己的三观之前 不要去尝试这些东西 因为有些东西它是有因果的 为什么有些人他会觉得自己占卜完之后 很虚弱 然后或者是没有收钱之后 就受了人家的一个因果 因为这些东西 你看到别人的一些内容 如果你什么都说了的情况下 你是要受那个因果的 所谓天际不可泄露 就这个 所以就说这个自我认知的问题呢 其实他跟上一个主题有点相像 但是人家那个是我执 这个叫做他向执 就是太过相信一些 他可能存在 也可能不存在的一个东西的一个执念 所以这种执念还是放下 等你先正确的建立了自己的三观 你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去判断的时候 你再去结束那些东西 再去结束选学内容的东西 你才会更好的 起到一个想要帮助别人的一个心态 那有些人呢 他会觉得自己身边有不干净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觉得自己身边 就是有东西要害他 但是这种情况下 我建议是先看医生 因为有些情况下 他可能是真的是精神病 比方说上两期 我说的那个猫灵的事情 那可能会存在一个精神分裂的状况 那这种情况下 先去看医生 如果不行再去选学啊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 自己不舒服是因为身边有东西 还是你的自己精神上的问题 首先假设你在发现自己精神不正常 或者是恍惚 就是有人就是取代了你的原神啊 或者是你不舒服的时候 你去摸 找人摸一下自己的手掌心 如果你的手掌心是冷的话 那可能是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的掌心是热的话 那先去看医生 因为如果人在极度精神亢奋 或者心神激动的情况下 你血液会非常的活跃 所以你的掌心会是热的 但是如果你身边是有不干净的东西 是因为阴气而导致你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下 那可能呢 就是真的是身边有不干净的东西 你的掌心就是冷的 因为他们的温度太低了 那所以这是一个判断自己身边有没有脏东西的办法 但是不要自己去摸 找别人 找家人或者是朋友等等的去帮你 因为你自己已经没有判断能力了 OK 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 那其实第二个问题都是一个我执 就是一个执念的状态 大家还是尽量放下 因为人生很长 你还有很多机会 你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 但是有些东西它不是在 就是你还没有正确判断的情况下去发生的 所以呢未成年人还是先学习为重啊 先学习为重 那比方说我占卜的话 我是不占卜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 如果你非要占卜的话 我会需要跟你的监护人去沟通 因为我需要他们去理性的判断你现在的状态 我也必须把我知道的我看的东西跟他们去做一个汇报 他们去帮助你去走出一个状态 第三个问题啊 我们聊的第三个话题呢 就是关于正元跟前任的爱情观的问题 太多太多人找我说啊能不能做复合法师啊 我跟他分手了 我很想他 他是怎么想的 我占卜是不会告诉你这个问题的 我不会告诉你他是怎么想你的啊 前任跟你分手了 你他的状况跟你没有关啊 OK 就是我只看跟你自身相关的内容 不要再来问我说啊 我想问一下我前任是怎么怎么想我的啊 不行这个不行啊 因为别人的事情你们已经分开了 所以他跟你的事情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是不能看跟你没有关的东西的 即使我知道了我也不会告诉你啊 那说到正元啊 这个其实人的一生中呢 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正元的 每个人都有的啊 除非那些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是什么呢 比方说被冥婚了呀 童子命啊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身边有冤亲债主啊 然后阻碍了你的姻缘的 这些都有可能让你遇不上正元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有正元的 而且他有很多段 那正元呢 也有分双方跟单方的 就是正元呢 他有可能是单方面 比方说你是他的正元 但他不是你的正元 也有可能是双方都是正元 也有可能是双方都不是正元的情况下 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那我个人呢 对姻缘这方面是比较看得开的 我会觉得只要你们是有心在一起的 无论是不是正元其实都可以 不过我个人比较现实 就是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找个正元比较好 那正元他这个什么概念呢 正元其实是贵人的一种 他正元叫做金桃花 那他是桃花里面最好的一种 那而且他也是一个旺 就是叫什么 他也是个贵人 正元其实是贵人的一种 所以其实这个贵人 你不跟他在一起 他也是你的贵人 那如果你跟他在一起 当然是最好的 也没有说不是贵人 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 没有这个说法 就我觉得姻缘是很看个人去决定的 那大家理解了吗 正元其实是一个 没有 就是没有说一生 只有一个正元 没有这回事的 大家要去理解 姻缘是自己选的 也没有说不是正元 就不能在一起 也没有说是正元一定能走到最后 大家一定要去放下 这个就对于这个前任或者是现任的一个执念 一定要去放下 姻缘是什么 姻缘是每个人去共结连你的一个状态 即使你不结婚也是可以的 这个没有去强求大家一定要去追寻自己的正元 那正元是有同性也有异性的 有些人他命中的正元是有男有女的 也有一些是同性的 也有一些只有异性的 都有可能的啊 那不是正元的情况下呢 也没有说不能在一起 只是你们在一起的几率会 就是分开的机会会比较稍微大一点点 而且不是彼此相忘 只是这么一种情况啊 当然你要怎么去选择 也是自己的事情 有一些呢 什么情况下我会干涉别人的感情呢 就是当你们都不是彼此正元的情况下 你们分手了 你还来问我说能不能做复合法式 我能很坚决的告诉你 啊是我师父说的 不能做啊 不能做 这种复合法式是做不了的 就是即使你们在一起了 也会很短一段时间 而且马上就会分开 因为不是正元去做这个复合法式 我现实一点来讲 就是有点浪费钱 但是我一般不太喜欢干涉别人的感情生活 对因为正元我们是没有办法干涉的 无论你们是什么情况下在一起 是正常的情况下 还是出轨的情况下 你们两个是正元 我都不能干涉的 只会告诉大家说不要做小三 对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要分开 因为我没办法干涉正元 这个事情是你自己选的啊 正元有因果啊 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在有对象的情况下 去问未来的正元 因为这个也会可能会造成一些彼此的因果 就是怎么说呢 我也告诉过很多个人说 你现在有男朋友 你来问我说你未来会不会遇到你的正元 下一段感情会怎么样 那如果我告诉你下一段感情特别好 你的正元下个星期就会到 那你是不是马上要分手 那这个是不是造成了一个因果 所以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现在有什么就去想什么 现在没有了 就不要去想 那就下一个 OK 那因缘上面我会比较现实一点 因为你去选一个未来的对象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从玄学角度去想 你必须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你愿意跟这个人一辈子吗 他是一个你值得托付终生的人吗 因为你们以后是荣辱与共 夫妻同命 什么叫夫妻同命 就是两夫妻结婚了 拜过天地 上表过之后 你们这一辈子的福报是捆绑在一起的 福获相依 知道不 所以就这个正元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不叫正元的选择 就是你这一辈子的伴侣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那关于前任的这个话题呢 我一般都是劝大家要放下 不要太执着 而且不太建议大家去做勤将 因为勤将会透支自己遇到正元的可能性 所以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不要去想了 就先过好自己 活好自己 怎么可能没有下一段姻缘呢 除非你身边有不干净的东西啊 那就排除自己的障碍 你慢慢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缘分了 那说到没有正元的情况是什么 同子命啊 就是很多人来问自己是不是同子命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算了两百多三百多个客人 只有两个是同子命 所以同子命没有那么多的 就是你想想天上才做的同子 为什么偏偏是你是同子呢 没有那么多的真的 那所以同子命呢 大家不要去太介意 就没有什么正同子跟假同子 其实同子命呢 是有分三个等级的 就一级二级跟三级 就一级的同子命是需要画的 一级的同子命是非常阻挡姻缘的 就像我 那二级跟三级都可以正常的结婚 正常的生小孩 只是可能会稍微有点不顺而已 那只有一级的同子命是要画的 大家不要去想什么真假同子了 没有那么多的啊 其实母胎单身的这个话题啊 很多人呢 是姻缘还没到 所以就母胎单身 如果是你想要去做一些法事什么的 去就是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其实是可以的 有些招桃花法师啊 博婚纱法师啊等等的 都是OK的 不过我会建议说 你在你觉得试婚年龄的情况下 再去做 就太年轻就 我建议就不要去做 那这个试婚年龄指的是什么 是你自己认为自己的试婚年龄 而不是父母认为你的结婚年龄 就懂了吗 就是你要自己去到了一个 你想结婚的阶段 你再去做这些事情 不要太年轻 比方说什么21 22岁来问我 说我能不能招桃花 我觉得还是长大了一点 多赚点钱了再说好吧 那有些人来问我说 算命的说他命中28岁要结婚 他是不是一定28岁要去结婚 那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算命的 因为算命给到人的那个限制跟局限太大了 就是你可能会不自然的去跟着那个鬼去去走 但是我会建议说大家如果算过命 那就听听指引就好了 不要去太过迷信于他对于你人生轨迹的一个想法 因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 比方说算命说你28岁要结婚 那你28岁非不结婚怎么了 就是28岁我要去出家 我要去当尼姑 那我不结婚是不是不可以 不是啊 可以的呀 就是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来的 不是算命先生说 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做什么事 才会让你的人生顺遂 其实不是的呀 就人是有自己的选择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说玄学去就是聊一下人生观跟价值观呢 其实我说的最大一个主题就是放下 放下一些执念 比方说你想要结婚的执念 比方说你想要入道啊 念佛啊等等的一些执念 去放下一些像自杀倾向 这些都是执念来的 所以人呢是要慢慢的去体会人生的一些带给自己的一些课题 我觉得人生最大的一个话题呢 其实讲的是放下 你得慢慢去放下一些自己根深蒂固的一些执念啊 包括很多人去过分的迷信玄学 或者是过分的相信科学 其实我觉得处于一个中庸的状态是最好的 你会觉得万物都是对万物都有好奇心 对万物都有他们的一些存在 你自己有一个理解 那我觉得人生很长 你什么都可以去了解尝试一下 就不要把自己太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去了解自己以外的一些别的东西 那才是你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 我会建议大家去读读佛经 然后长长智慧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除了你以外 还有非常非常多很美妙 很有智慧很有意思的东西 那这就是我这一期想要讲的话题了 希望这一期的内容对于大家在人生里面有一些新的想法跟启发 那我们下一期内容再见了 有任何问题欢迎在朋友圈 欢迎在弹幕跟私信 或者是评论里面告诉我啊 希望我们弹幕多多新的一年越来越旺啊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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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